想要找一辆本年车 总有朋友呢 也想找一辆那种SUV 那么今天呢 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辆车 本年的XRV 这呢是一个主性车 20年的上的牌 距今呢 不过呢 也只有一年一个时间哈 他呢 车主呢 也是表示说 真的不舍得把它给卖掉 只不过呢 真的生意不是特别的好做哈 车主呢开了一个饭店哈 饭店呢 大家应该也都明白哈 情的原因呢 使得饭店呢 生意呢 都是啊 逐渐的开始下滑了 他也想腾出一部分钱 做一份别的生意 那么我们也来看一看 像这么一个车 本年的XRV 落地呢 也是不便宜一个价格 他现在开一年 最悲闲第一年 就已经能让他 腾出多少 又或者说这辆车呢 大家感觉 这么一个价格 值还是不值呢 那么组织我们一起去到啊 我朋友这里来看一看 这么一辆20年上牌的 本年的XRV吧 各位老铁们看到了吗 眼前资料呢 就是车主去年的时候呢 他刚刚买的本年的XRV 他本年呢 也是带了个款 配置方面呢 是属于2019款1.5 自细排量当中的CVT 经典版新车制造价呢 是132,900 我呢也问他了哈 20年为何要买一个19年的车呢 结果呢 车主说 说当时呢 20款式也出了哈 19款式呢 也是在售的 包括销售呢 也是给他推荐说 不如买一个19款 除了轮胎呢 轮故 有一些不相同之外 其余呢 都是一模一样的 价格呢 也便宜出不少啊 于是呢 就狠狠心 把这辆车给提了下来 总共呢 这个车主优惠了 13000块钱 裸车价格呢 是正好12万 连上保险呀 购置税 以及一个分期服务费 这辆车全部落地呢 已经实际上达到了14万 这么一个比较好的 本田的紧速型SUV了 车长呢 是4米32 车宽是1米77 它这一个尺寸呢 也算得上是比较小的 本田车它向来造车呢 都是外观小 内饰大行 那么接下来呢 再来看一看 这辆X2V它内饰吧 内饰方面呢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朴素啊 整个车呢 也没有任何的豪华的氛围感 周公台呢 右手摸上去 大部分呢 全部都是硬的材质 这个屏幕呢 也是车主啊 后夹的 一看呢 就是标准的七倍成的风格 第二排的空间呢 都还是不小啊 坐进去呢 没有任何鸡腿一个感觉 整个车呢 车况我进行仔细检查 目前呢 只有前杠喷漆啊 一个塑料件喷漆 其余呢 都是原车骑 公寓数呢 总共是只跑了 一万两千公里啊 整个车呢 和新车的差别呢 也并不大 那最后呢 就是这辆车 它一个价格了 那感觉 毕竟呢 也是一年的时间了 这辆车 那它现在慢慢说 究竟还能值多少钱呢 那最后呢 就是这辆车 它一个价格了 它现在呢 在我车市场上 还能值得一个 12万左右 这么一个位置上 也确实能让车主 赔了不少钱 勾置税呢 保险也是白白赔进去的 那大家下期 还有个什么车 有欢迎 这辆车